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盐是我们每日食物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它不仅可以调节食物的味道,还可以预防疾病 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 既然提到了盐,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城市 它便是盐城 盐城以环城建盐厂而得名 最初的名字是西汉武帝时期建立的盐毒线 后来东晋安地时期,改名为盐城县 此后,实用至今 盐城地势平坦,是我国唯一一个没有山的城市 它最高的海拔仅为7米 是长江三角洲的重点中心城市 盐城为我国江苏省中部 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北部 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优势 作为一个长三角的中心城市 仅是对外开放的港口,就有两个 给当地的对外贸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虽然种工业不够发达 但它的科技发展毫不落后 另一方面,盐城的水网密布 河流纵横,水能资源尤其丰富 又有大量的水产品 每年对外贸易的水产品 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 还增加了居民的就业机会 此外,盐城的地势平坦,土地平整 在这样的条件下,农业非常发达 尤其是农作物,出产量高 甚至赶超河南,山东等粮食出口大省 被誉为鱼米之乡 尤其是靠近海岸的土地更是肥沃 但遗憾的是,还未完全利用起来 盐城作为一个历史严格悠久的城市 它的旅游业也非常发达 对外开放的景区高达40多个 被称为东风湿地,鹤鹿故乡 在这里,你可以尽情享受平原风光 站在这片一望无际的土地上 呼吸着泥土和青草的芳香 心情格外舒畅 在这里,你可以伐珠江上 看着水中西西的鱼儿 肆意感受鱼米之乡的独特魅力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